看看新闻榜 上下是如何来应对的 大家好 现在是8月8号上午9点 我正在电视剧挫护于上海松江的拍摄现场 今晚由于台风海魁的来袭 现场狂风暴雨如注 但是电视剧组还是在正常的拍摄当中 那究竟这样的恶劣环境下 他们的剧组会不会受到影响 就让我们一起到拍摄现场去看一下吧 尽管室外狂风大作 但当记者走进挫护的室内拍摄现场时 一切却显得井然有序 然而别看剧组上下 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拍摄 演员们心里却因为这难得一遇的台风海魁 而小路乱撞 我们也很担心这个棚啊 能不能撑得住这么大的台风 来的路上已经有很多树在刮倒了 看到树刮倒那种场景 以前只是在新闻里面看到 也听人讲过 但是亲眼所见还是今天第一次 有点真是有点心惊 其实受到海魁的影响 不少剧组不得不更改拍摄计划 因为天气有个原因嘛 所以我们就得调整这个 把戏改一改 改到室内啊什么的这样做 所以因为这个风 确实没有办法拍摄啊 灯也没办法 然后演员 就像我现在吹这个头发 每风一吹整个就全乱掉了 很多剧组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叫 穷追不舍 取消了90人 还有很多什么武剑道啊什么都取消了 都取消了 原本的戏都不开 对 因为车灯街上有一些 虽然是实体建筑 但是还是有危险的 比如说一些像一些年代系的那些道具啊 什么之类的都会对人体 人生有造成威胁的 不仅拍摄场地需要更改 道具需要加固 就连拍摄现场最普通的灯 也容不得半点马虎 首先是我们灯 你外边放灯 要拿铁丝压 拿进行固定 这个特别重要 因为它风的话 它会把灯 有可能把灯刮倒 所以一定要注意把灯要进行固定 拿铁丝 我们加量很多加量固定 沙袋也都要固定 几次的沙袋都要压 因为灯要升得高 是吧 因为灯很重 还要做一些什么保护 什么防止漏电啊什么 无独有偶 这一头灯光师被海葵弄得团团转 那一头音响师也不得不屈服于海葵的威力 我们同期录音 然后外边的台风这种风的声音 然后把一些建筑物吹的噼里啪啦乱响 所以直接影响到我们拍摄的进度 环境噪音都比较大 环境噪音比较大 因为这个台风 对 那怎么办呢 可能会到后期去补一下 环境尽量控制一下 就像这种台风的自然的环境 就是把底灯的重新降一降 自己手动去调一下 不仅如此 就连剧组上下的穿衣打扮 也不得不跟着台风走 各种雨鞋 动动鞋 成了剧组工作人员的首要选择 当然在这狂风骤雨的天气里 化妆师也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因为风大嘛 然后还好室内的就没什么影响 如果是室外的话肯定就很惨了 然后头发就肯定会比较难盯一点 话音刚落 演员王菲便从剧组下榻的酒店 匆匆赶来 满头满脸的雨水 让她原本已经做好的发型不复存在 我看你好像头发都是雨里刚进来 对 我人没挂跑已经不错了 整个感觉人都快被挂跑 对 外面树都已经挂跑了 树都挂跑了 对啊 那头发应该是刚刚做的吧 嗯 刚从宾馆出来就成这样了 上去是不是马上重做了等于是 看你因为有些地方已经塌下来了 对啊 好惨 记者抵达剧组不过仅仅过了几十分钟 大楼门口的水位就上涨得让人瞠目结舌 工作人员只得不断用扫帚向外扫水 但是面对倾盆般的大雨 此举犹如杯水车心 大概就几分钟了嘛 几分钟就这么厚了 几分钟就很高了 几分钟就很高了 而且这块板是不是特地拿来挡水 不让水慢进去 对对就是 就是为了 因为下雨了嘛 这个挡 它挡不住了 只是 这个挡 不行不行 还是那么多 新一类大线 上海松江独家采访报道